可友伦终于可以洗刷 嫩版黄国伦头衔支持咯 37岁的可友伦在演技圈 宰夫宰成连她的身材也忽肉忽瘦 25号本刊就直集 她现身台北市的大安区吃晚餐 跟之前胖罗两人的模样 真的是消风了许多呀 终于不再撞眼黄国伦了 而身旁也带着一个女伴 神似嫩版张秀卿 而她正是可友伦低调交往两年的 村外女友 过程中可友伦跟女友有说有笑 两个人的打扮跟互动 真的是十分的自然 一顿饭吃到了九点多 才坐上了可友伦的白色轿车散人 可友伦去年底推出专辑飞 当时她大方的坦承有了村外的女友 并且大赞女友非常体贴 能够体谅自己的工作状况 即使出国拍戏好几个月 也不会闹脾气 在女友的照顾下 也让自己的个性变得非常稳重 现在女友也已经频频出入客家 帮客妈妈做家事了 全身获得长辈的喜爱 虽然都还没有步入结婚礼堂的计划 但是双方都已经认定 彼此是未来的另一半了 不过或许可友伦是心二代的关系 几乎从小所有的事都被摊在阳光下 深受名人光环之苦 加上之前跟歌手Linda 010高调的恋情都无疾而踪 导致她对村外女友是非常的保护 宣传期间就承认自己有女友的她 却小心翼翼的不让女友曝光 就连工作人员都没能一窥庐山真面目 可友伦之前表示 女友其实是认识多年的同学 中间一度没有联系 直到命运之神又把她们牵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和她过得太幸福 让可友伦的身材逐渐朝向幸福飞的方向发展 加上之前调养身体开始进步 和骑车受伤 追剑盘突出的旧级 导致不能做太过激烈的运动 让她的身材越来越横向发展啦 去年发行飞的专辑 刻意续骨当造型 加上身材发福 让她多了份书味 这一次刮了胡子 明显回去了不少呢